三位老师好 各位女嘉宾们大家好 我叫杜硕 今天27岁来自北京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振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和你跨年的时候 一起零点倒计时 16号 男嘉宾你好 我在去年跨年的时候 我又跟朋友一起去市中心 放气球 和大家一起就是大声地倒数 那种氛围特别浓厚 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 我是一个人跨年 我会在晚上10点22分 去看《阿甘正传》 然后一直到凌晨的12点 会得到一句新年快乐 10点22分 所以是在这个剧的 一小时38分的时候 会有这样一句 正好卡在这个点上 对 很浪漫 17号 我想有一些男嘉宾 会是一个这种 对于节日遗失感比较重的人吗 因为我会是一个 比较在意这种东西的 我会想要说跨年计时 或者是生日到计时 甚至我可能朋友圈的 发朋友圈的时间 我都会卡点这种的 我个人没那么在意 但是我觉得有这种仪式感挺好的 然后我也愿意为了我女朋友 去发这种卡点 朋友圈 好 谢谢 43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每年跨年都会看 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 哎呀 我太谢谢你这么说了 这也是我的一个小梦想 希望能找到另一半 然后陪我一起 今年跨年就一起看 然后也推荐给男嘉宾 你这个话 我们总导演听完了 说不定能送你一张票 去澳门看 9号 所以我想问一下男宾 有没有说特别想去哪个城市 我会说那个城市 在或者在零点跨年的时候 会有什么仪式感给到你吗 就有没有了解过这些 我跨年一般都是平时 跟朋友在家唱歌或者是喝酒 在外地没有跨过年 就有没有想过说 去外面跟大家 很多人很多人一起过吗 我还蛮喜欢这种 很热闹的感觉 现在归够呛了 因为我那个哥们都结婚了